有關於Visual 2003的部分 大概重點講解一下 首先的話 當然圖表目前當然是最容易表達 反正看圖比看文字來的快很多 Visual實際上就是一種 圖表的繪製應用程式 當然在Office系列裡面 在2003之後就被微軟買下來 放在Office 2003裡面 當然的話 運用這一套繪圖工具的話 可以提升在職場上的工作效率跟品質 那它跟AutoCAD兩個相比較之下 當然 精確度沒有AutoCAD那麼高 可是它的效率跟品質 其實已經達到一定的水準 尤其是效率 真的是快太多了 如果你要畫一個平面圖 用AutoCAD來畫 大概畫好幾天恐怕還畫不出來 可是Visual畫個半天大概就可以畫得很漂亮 拖拉兩下子東西就出來 擺定位然後尺寸上面也可以標注 那最後你如果要再精確一點 你可以把結果匯到AutoCAD裡面再來調整 也可以 兩個都互相可以相通的 不是說你用一套就不能用第二套 那這邊的話呢 我大概簡單一下 介紹一下 實際上 這個制圖的變遷 這個我想各位也知道了 以前的話呢 就是用 這個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要畫圖 那現在的話已經沒有人在用這個東西了 轉變成為用什麼呢 AutoCAD或者用Visual這樣的軟體 這個是一個變遷 那 它這個軟體的好處有幾個功能 比如說像什麼呢 智慧圖形 跟精靈 精靈就 反正按下一步下一步選一選的話 就幫你做好了 還有所謂樣板 這個樣板呢就是我們剛剛所謂的 圖塊的 放在樣板裡面 就很多很多的圖塊都在樣板裡面 你只要選樣板 就很多很多的圖塊 可以放到 這個 AutoCAD裡面去使用 那當然效率就很高 那這邊的話基本的操作方式我大概介紹一下 那Visual的主要方向 主要有這幾個啦 大概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 這個 更順暢的這個 反正這個地方 讓 流程更順暢 然後呢 表達 這個 這個硬體軟體的部署 更便利 然後呢 為客戶開發方案更方便 然後機械技術圖表的設計等等 那這邊我想 重點 可以用在幾個方向 比如說他提供的這個 樣板裡面有像基本圖 商用圖 還有流程圖 專案排程圖 這個組織圖 還有這個 日月曆 行銷圖表 等等的 那另外還有像樓面的規劃 網路圖表 網路地圖 相關的太多了 那這個樣板我等一下做一個介紹 那怎麼使用呢 其實很簡單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 左邊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所謂的樣板 這個樣板你可以把它叫出來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基本 流程圖 那他的使用方式就是說你直接選其中一個 比如說你要決策 你就把它按住不要放 拖拉過來 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可以決定他的大小 有沒有跟Word裡面那個圖案有沒有一模一樣 反正放大縮小旋轉 都可以利用這個來做 非常方便 那各式各樣的精靈很快 甚至像Excel裡面的 這個資料 可以匯進來之後變成一個組織圖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變成 同一家Office的系列的軟體 那樣板部分我剛剛提到的樣板 你看裡面有哪些東西呢 像這些 什麼 這個是地鐵形狀 比如說你要畫一個地鐵圖的話 你看這邊都有 已經有圖了 那另外還有相關的什麼呢 視窗對話方塊 這些都已經有 而且這些都是項量的 地標 還有什麼運動場等等 這邊都已經畫好給你的 那你只要拿來用就可以用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你要把銀行 拖拉過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呢就可以看到他的圖 那 這個地方 端點 端點 這些都可以放大縮小 那這邊的話呢 那這個是什麼呢 旋轉嘛 應該會用 握的應該都知道 那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菱形嘛 他可以調整他的一些角度 等等的 細項的部分 那新界面跟Office 一模一樣 那相關的空點 我想後面會再 提到啦 比如說像裡面比較常用到 像這個什麼 選取空點 選取 起點 終點 連接點 還有什麼呢 這個控制 控點 旋轉 這個跟 美工圖案的使用方式很類似 相關的這些功能 那 這個地方 點兩下就可以編輯 跟這個Word很類似 那還有這個 點對點 他會吸附這個點 很快 方便 那這地方的話呢 我們直接來看這個軟體 好了